3個中產黨 今天講這個話題,我和Kelvin都講過無數 周軒都寫了很多次 就是精準派錢公佈了詳細的申請方法 我們從不認識,開始是大家寫類似的 我們認識的原因都是因為派錢 因為我寫了,你寫了,我求你認識了 這次很精準,因為我沒有品牌,派不到給我 你都沒有,我們再做,中產都是不會拿到的 退帳已經退了 現在講的精準派錢,那4000元我們都拿不到 所有中產都拿不到,那就很精準 他就是不可以益有錢人,不可以益中產 但先講,這個申請是2月至4月派表 不是,1月派表,2月至4月就代表 然後就去到年尾,即8、9月至12月就可以拿到的錢 之前是有多久的政策? 是上年的3月,然後在年尾公佈 知道為什麼要年尾公佈嗎?因為免得被人說 去到18年的政策,19年才能夠公佈 所以就在2018年12月30日才能夠公佈 18年的政策,19年的政策,派就無所謂 對,派就無所謂 公佈就怎樣,所以要在18年公佈 但是拿就是19年年尾 19年年尾才能拿到? 是啊,所以那些人,不是好笑的 然後呢,我記得不知民主黨還是公民黨 就說,你看人家曾俊華派錢 那時候11年說派,7月就申請 他那時候有支持曾俊華派錢嗎? 是啊,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你現在拿出來說,當日你就反對派錢 你聽我說,他的意思就是,我潛台詞 我經常都要做奸,經常都要做醜人 你經常都這樣攻擊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說,曾俊華居然是衰和蠢和賤 不過你們就更蠢,就更蠢 就是Dumper and Dumper的故事 那我也免得再跟你去爭辯公民黨 究竟是不是貴和蠢和白癡 那我再說回這次這個征准派錢 你說複雜又不是很複雜 說簡單又不要簡單,就這麼說 那你已經有兩層樓,就沒有了 你交稅交過4000元就沒有了 你交稅少過4000元,就要看你有沒有退差響 你如果退差響,就要和退稅加起來 如果少過4000元,就可以循例去做 這就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退了多少 有很多人都覺得,不是啊 我沒有樓就沒有問題 沒有樓就要看你有沒有拿中援 那你如果有拿中援的話,就不行了 那你沒有拿中援,又要看你有沒有公屋 有公屋又不可以 有拿中援不行? 中援那些人最差響 因為中援和長生津全部都有商量的 那時候已經給了兩個月量 不是商量,不知三量 如果是這樣算的 中援有商量嗎? 有兩個月,每年都有的 你真的太離奇了,周英大師 不過我們都不應該關心,我們都不會拿 因為他們那兩個月,就已經等於4000元 所以就沒有 所以為什麼叫精準派錢? 精準派錢的意思就是 最窮那班又沒有 最有錢那班,或者中產又沒有 就剛剛中間那個位 但他都計漏了一件事 現在香港今時今日交4000元稅很厲害嗎? 交4000元稅,如果我沒有記錯 萬多元就不用2萬元人工 如果你沒有父母要公養,就要交4000元稅 那你交4000元稅,你就派不到 你如果一支多萬多元很享受 他覺得 今時今日2萬元人工 原來在他心目中,就是不需要幫助的人 我這樣說 我覺得今時今日香港賺20萬都覺得很痛苦 所以你賺1萬多元,所以在香港 在香港這個地方,我是完全混淆了所有的金錢的價值 可能他的家公屋 不是,混淆了所有的金錢價值 即是你拿著香港的錢 你如果在外國 外國很容易能夠知道 如果賺多少錢 那可能每個月為港之外 十平八平 你生活就是很中常的 那你有樓、有車 那香港你找十平 為甚麼二十平 有樓來有不到車 有車來有車來 那樓就很小 對不對? 有樓來跟著很小 然後大家讀書 外國個個都是讀書的 香港不要去香港 等一下有些個案都要分享 因為我們的朋友 Kel 他經常說 原來現在有很多古榮精怪 中產個案都寄到蘋果 然後他們就會在財經版上去分享 不過這個等一下再說 但反過來 他精準得來 又有始終一些人可以拿到 哪些人呢? 你在外國有二十棟樓 你在香港沒有入息 你在香港是沒有樓的 那你就拿到錢 這樣說 其實如果長期在香港住的話 很少在外國有二十棟樓 在香港沒有的 大陸人就是會的 大陸人在外國 在大陸有家鄉有幾棟樓 香港有未排的公共 香港多少都是同樓 香港都是同樓的 很少 真的很少 如果外國有樓 香港很少沒有樓 但是 如果有樓 如果公司持有 那你又不說你有樓 以前香港那些 沒錯 有樓當公司持有 這個 這個就多了 這個很多 為什麼這麼多有錢 我忽然找些人自己 用手指 因為當初全部都是公司持有 那公司持有 你都可以代表申請 可以這樣說 以前香港 當年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開始有些 政府的福利開始多的時候 那時候 香港有一門事業很發達 現在就沒有學長 那門事業要做雞 在做雞這門事業 折衷 做雞這門事業 很多都做雞的人 一旦沒有收入 都可以取得所有福利 對 就是我做股學生 以前的股學生 都可以取得多福利 他有一個 underground economy 就算說underground economy 你有多少個做雞做到霞姐 霞姐是傳奇的 那時候是葉子媒做那個 我當然知道的士司機 可以取得所有的好處 但問題就是 你不會說到精準 派錢精準到一個地步 到最後都是有錢人 可以取得到你那四桌 那你精密差東西準 其實我覺得他都算很精準 不過就是麻糬飯 以浪費來說 我這樣說 我們很支持派錢 我支持派錢 但派錢一定派給你 但因為免得搞這麼多事 其實是精準派錢 就是整個management 就是整件事都搞了兩年 由開設派錢 搞了一年多兩年 然後你又花了多少行政費 我覺得問題不是在精不精準 不要挑剔他派了多少浪費 因為我們支持的都一定有浪費 問題是整個行政費用 整件事是很搞笑的 就是你說人家 至少你的計劃 是有很多缺點 就是我們要接受一些計劃 有很多缺點 但你的計劃肯定是 比原來的計劃更差 但比原來的計劃更差 就是因為你精準 為何要捉得他這麼緊 因為是你說精準 所以要取消所有的代替方案 那現在你說到這麼精準 那我就跟你計算 你究竟有多不精準 這是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精準 我們已經說了 就是很浪費資源去做這個分配 第二就是說 我們一號在節目講的 我們不滿意的地方 就是很多政客都支持這些 他應該精準派錢的意思 就是說 他是精準過曾俊華方案 他不需要精準 他只要精準過曾俊華方案 就行了 就是我不需要跑得比獅子快 我只需要跑得比獅子快 我只需要跑得比獅子快 我不需要跑得比獅子快 那麼問題 他精準的意思就是說 曾俊華你沒有用 我有弄過你 所以我現在這個是精準過你的 但是問題是 周顯大師 你這個就是在 可能是政府內部的會議裡 去解釋給議員聽的一個說法 就是我的角度去看 就是我是一般人說 喂 你每人派六千元 很簡單 你說四千元 因為你要不派給沒有需要的人 現在沒有需要的人又拿得到 那你怎樣跟我說 派給沒有需要的人是錯誤 就是問題就是這裡 派六千元給你沒有需要 我當然有需要 你把六百元給我們有需要 六十元我真的沒有需要 然後呢 當日就是民主黨現在開始轉態等等 其實你想一下 喂 你派四千元 你公屋因為有商糧 又說不派 中緩你出商糧又不派 你退稅因為退得多又不派 那你每樣減四千元 人人派四千元 可能事情就已經簡單很多了 他有說多少錢行政費 他有說他 總之應該是用一億兩億的 就派幾十億 這個就是他的做法 我記得用了幾億 四五億 但是當年派三百多億 就用了一億 這個就是整件事 很白癡 那你越來精準多 浪費越高 這個毫無疑問 對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有些很簡單的方式去做 就是你現在派堂 你現在退這退路那樣東西 你仍然扣少少少 然後你用回增長華的模式去做 其實已經是一樣的 他的意思就是 你這樣算 你現在花幾億 派幾十億 那你花幾百億 花一億 你又派三百億 表面上好像你浪費少 但整個費用就少了 但問題就是 又回頭了 那現在的政府 沒有費用而已 這個是你政府的數目 對整個社會來說 是一個政府轉移而已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就是很諷刺的地方 那為什麼你會少這麼多 因為人十八年前你派六千元 八年後你派四千元 即是你政府的縮骨 那個樣子衰的程度 你結果做完這件事 沒有人拍手 那一刻才慘 你跟我計成本效應 你派錢給那些港大市民做什麼 你要他們開心 你派錢給那些港大市民 你要他們拍手 現在又不開心 又去你 那又做來做什麼 情報說 情報就是 收到一些都拍手的 收到四千元 我們現在不拍手 如果我們可以拍手 我們都拍手 不過這個我臨回另外一次的節目說 我們正在退三萬元稅 大佬 我們正在退四千元差養 我們應該是心裡已經拍爛了手帳 你早下年退稅退夠四萬 今年回賣 下年四萬 即是我們現在抽離回去看 意思就是 香港人就是這樣賤 我是拿了三萬元 我也是要罵你政府 因為政府不合理 你就是蠢 我告訴你 我身邊的人 就算他有份拿四千元 他們都不拍手 因為看2011年 派六千元 你現在派四千元 你當什麼 當黑衣嗎 現在我是很多身邊的朋友 真是符合這個姿勢 符合這個姿勢 符合這個姿勢 即是經濟狂況都很好 他們真的這麼兇 你現在派給黑衣 這麼麻煩 又這麼詭辭 你政府是不是做了些事情 就是蠢 那也不是這樣 其實政府做什麼事情 不會讓他罵我 我心想 當年派四千元 就真的不可能罵 派六千元 當年派六千元 就是全民氣 是那個年度最開心的事 是不是iPad 就是這麼簡單 去到最後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情 不是你政府那種施政者的自尊 那個尊嚴 他覺得不是由我派給你 由我選人去派 就反映不到 一個無能的政府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政府 甚至香港的政黨 一直都是這樣想 他覺得不是驚豪的手給你 就代表我無能 喂 如果派四千元 派四千元 要不要用腦 要不要去選擇 要不要去想政策 那我真的要找我來做 找我做就幫你填表 政府來講找我做 我告訴你 那個政策有多複雜 只要我公務完才做到 結果這件事情 到最後 就是這一班政治工作者 無論是政府還是議會 都好 為了要守住自己的專員 或者告訴別人 我們是有做事的 而搞成這樣的方法 這麼說 一個政治的方式 就是一堆有權力的人 圈了一堆權力 然後看看如何分配資源 所以大家會發現 很多人 很多事情 大聲一點 組成一個壓力團體 就是哭的小孩 有堂石 不哭的就沒有了 這個世界上 從來都是這樣的 是的 這是民民主的思考 我可否有時間講一個故事 我契媽的故事 我契媽就是 我契大學公園 她是契媽 我小時候 就是她契大學 後來我長大了 她沒有去別處打住家公 那時候應該是1980年 七七七八七九七六七七 剛剛就開始引入菲傭 當然 引入菲傭的時候 哪一個公種最受害 馬姐 沒有 那時候我發現她人工 為什麼她人工這麼低 以前人工這麼低 但是為什麼這個馬姐不懂字 你沒有政治能力 都沒有組織團體 當初引入菲傭 引入菲傭的時候 這一群馬姐有哪一個人 是為她們出過頭 沒有 我想講的故事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世界上就是這麼殘酷 所以 提高香港經濟 你香港那時候 以十萬計的馬姐 那時候 飽受菲傭的殘害 有沒有人跟她講過話 還有很多梭起不嫁 是的 有沒有人跟她講過話 為什麼會不幫她講話 這個也是我今天的主題 為什麼沒有人會幫這班 精準派錢 派10星幾千元 當她是黑衣的人講話 因為現在在香港政壇 最大聲的就是我們這些中產 我們這些中產 就是想什麼 當然是退稅 當然是想自己的數 代表我們的公民黨 民主黨 她不是跟我們說 不要派錢 派錢派給億萬富翁 退稅也好 退三萬元 幫到中產 他有三萬元 也好 我現在用回魔鬼便符 我幫你想他們說什麼 派錢給有錢人派六千元 多 但退錢給中產 就退三萬元 也少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 但是那三萬元 退了三千萬元 給有錢人 什麼 那三萬元 他代三萬元的時候 有錢人同時拿差一香的時候 他拿很多樓 是不是同事人代到 我的意思就是 你們經常都說派錢入民稅 有很多時事評論 都說了很多年 派錢入民稅 真正的民稅 不是這裏 真正的民稅 就是現在最吵的那班 就是中產 而代表中產利益 那班 就是永遠代表中產 而去犧牲了中下階級 這個就是真正的中產民稅 好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